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8月2号美国国会议员团的专机降落在台北 才尘埃落定 佩洛西成为25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 现在更多 美国与台湾的联系是重要的 这是我们今天来带来的信息 佩洛西这趟台湾行引发中国政府的高度不满 除了事前警告美方玩火者必自焚之外 佩洛西成行之后更祭出各种经济制裁 同时也宣布要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紧张气氛让外界担心可能已经构成第四次台海危机 不过话要说回来 佩洛西并不是第一个造访台湾的众议院议长 为什么这一次中方反应这么激烈呢 这一集就来比较一下 2022年跟1996年两次所谓台海危机到底有哪些差别 上一次美国国会议长来台湾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下来回顾第三次台海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最重要的背景原因之一是前总统李登辉1995年的访美行程 主打务实外交的李登辉 那年三月受到母校康乃尔大学的邀请 返校领取杰出校友奖并发表演说 然而1978年底台美断交之后 美国始终不准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 要不要发签证让李登辉成行 顿时为白宫带来的难题 最终时任美国总统的柯林顿点头 让李登辉在六月份以非官方身份 踏上美国国土 发表了明知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 这次的访问可以说是四年的访问 也是可以说是非正式的访问 李登辉这一趟被视为台湾外交突破 尽管中国在事发当下是没有太大的动作 但后来在同年的7月到11月之间 中国解放军对台湾东北方海域发射飞弹 又举行海上攻防以及两栖登陆演习 美国也随后在12月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通过台湾海域 紧张气氛到了隔年1996更升到了最高点 因为台湾即将在3月23号举行 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 然而从3月5号到25号 解放军对基隆与高雄的外海发射飞弹 举行海上的实弹演练 以及登陆作战演习 而美国则派出独立号以及尼米兹号 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东部海域 写下越战后 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军事部署行动 而中方的潜艇部队也全数下水待命 在浓厚的火药味当中 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 更宣布从台湾撤侨 以免在台湾的国民被卷入战争 而最终台湾选出时尚第一任弥选总统 在美中台三方没有进一步军事行动之下 第三次台海危机暂时平息 第三次台海危机的隔年1997 就在香港主权即将移交回中国之前几个月的敏感时机 共和党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锐器 三月率团访问亚洲的时候造访了台湾 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总统继承顺位当中是仅次于副总统 因此被视为政坛的第三号人物 而金锐器这一趟可以说是在裴洛西之前 第一次创下美国访台最高层级官员的案例 看起来金锐器似乎是试图打破外交惯例 把美台官员互访层级拉到新的高度 但当时的中方只有外交 批评抗议反应比25年后 裴洛西这一趟要小很多 并没有在96年之后酿成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第三次台海危机 以及后来的金锐器访台跟这次裴洛西访台 相较之下有没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呢 它的共通点在于背后都有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 也就是白宫和国会之间的角力 1995年负责外交的美国国务院 倾向不让李登辉成行 以免影响美中关系 但美国各大报社论普遍支持 加上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 参议院以97票对1票赞成发签证 民意非常的强烈 才让克林顿选择放行 而金锐器则是打破了战略模糊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他在访问台湾之前先造访北京 而且是直接表示美国一定会协访台湾 后来在离开台湾前又重申 如果中国用武力或威吓的方式占领台湾 美国将会尽一切方式加以阻止 不过事后美国官员就出面说 这完全是金锐器个人看法 白宫也重申 美国的一中政策完全没有改变 裴洛西这一趟同样在出访前受到白宫的劝阻 总统拜登就透露郡方觉得不妥 然而他也一样获得国会跨党派支持力挺 白宫则是一方面说明 国会议员有权自行决定出访行程 另一方面也强调美国的两岸政策完全不变 我们提供助理解释 我们认为国际安全保障的理想法 或是为她的选择决定 我们已经很明显 不过根据金锐器自己的说法 其实行前北京当局就反对他访台 但他回应 如果不访台也就不会去北京 才逼迫对方就范 而裴洛西此行从行前也是引发中方的强烈反弹 但他仍然坚持访台 因此关键似乎并不是官员层级 而是双方有没有默契 至于这几个案例的不同点在于美中关系 25年前美中实力依然悬殊 但时至今日双方军事实力差距相对缩小了 从竞争到对抗的这个局势也已经成型 因此中国的反应就更加激烈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分析 这一次演习的严重性高于1996年台海飞丹危机 当年共军在基隆高雄外海试射飞弹 范围都在24海里以外 而大型军演都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 但这一次公布的演习区 有部分边缘已经进入台湾领海范围 甚至领海基线 同时也覆盖高雄港基隆港的航道 显示出这次的态度确实比1996更强硬 其他工业国成员国的外长 已经在中国军演第一天的4号发布联合声明 关切中共的威吓行动 也两次提及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 被问到如何面对中国用军演包围台湾 白宫也表示没有必要让局势升高 但也会依北京的行动采取因应措施 所以中国军演规划区域跨越台海中线进入领海范围也扩增到台湾东部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看似比1996年更高 但话要说回来包含雷根号航母战略群的美军以及国军 也正在观察到底三天的演习期间解放军的具体行动是什么 至少相较于当年各国都没有在事前宣布撤侨 可以视为全面开战的风险不高 退一步来说中国举行更具侵略性的军演 一方面对内有所交代 另一方面试探美台的军事反应 同时将台湾领海划入演习范围内作为政治挑衅 打击台湾的民心士气 或许都是抗议议长背后更实质的目的 各位大风吹我们下午见 美国有相关的动作 其实有啦 这位观众其实真的很有sense 伊朗核协议在台湾的新闻热度并不高 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其实中东可能又会危机四伏 那其实拜登当初的竞选支票之一 就是要恢复伊朗核协议 这个协议基本上就是规定伊朗只能有限度的发展核能 如果有做到的话 欧美各国将会解除长期以来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但是川普在2018年突然单方面退出协议 改成用更重的经济制裁逼迫伊朗让步 后来又刺杀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 伊朗因此在2020年宣布不会履行学议 不过伊朗也没有完全撕破脸 在拜登上台之后2021年的11月 伊朗又重新坐回了谈判桌 只是跟国际的谈判也是不顺利 而拜登今年7月底访问中东的时候 似乎是为了安抚盟友 表态支持以色列可以用一切方式 阻止伊朗取得核武 那在这样的表态之下 重弹伊朗核协议的希望是相当渺茫 不过就在8月3号 欧盟突然召集各国代表说 4号要在维也纳重启谈判 这也被视为伊朗核协议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 总之如果希望我们回复留言的话 记得用汉威跟你说这个hashtag 我们就会挑一则来回复 最后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们 尤其是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还不错 也请帮我们把影片按赞 然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接着所有通知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啰